我喜欢台湾土狗跟其他养狗不一样 就是养狗太兴旺 完全是具体原始的狗的本能 那台湾土狗还保留本能 我简单的说台湾犬不懂得背叛这两个字 是我们人也会抛弃他们 在羊犬和混种狗充斥的现代环境 你留意到这样的身影吗 台湾犬是最早在台湾居住的原始犬品种 活跃于台湾山林 外表虽然不怎么亮眼 却有极佳的速度感和耐力 还有敏锐的超自然感应力 具有狩猎 看守功能和文化的代表性 三个 阿梅来 准备开饭 感觉头疾了 一定是阿梅的 你够时间吗 阿梅的特别是什么 对严谨 打到机会都最要投资 全社的主人陈明南 人称土狗兄 在28岁事业有成之际 却决定放下一切 上山找狗 因为我小时候 我交付送我一只台湾土狗 那时候就很稀少了 他很聪明 很有灵性 只为了重温而使记忆 陈明南足足花了11年的时间 才在新竹五中的山区 找到第一只心目中的台湾犬 当时他就誓言要接手台湾犬的传承工作 却苦于没有任何的文献 那你品种正确你要依合依据 可谓是品种正确吗 对不对 历史文献都没有记录嘛 只好自己去摸索 我就是说 一直都回到高山部落原住民那边 是重新一种追踪探讨育种求证 这样一拖了 就拖了二三十年的时间 谨守着物种富裕的伦理 二十多年来 土狗兄仅培育出几十只纯度高的台湾犬 台湾犬到底从何而来 说法纷纭 但长期以来 它与早期台湾岛居民的生活 有着密切的关联 台湾犬它应该基本的条件是说 第一个就是说 它应该基于有这种 狩猎跟看家的功能在 因为以前的原住民来讲 他们肉食蛋白质来源 都是靠狩猎 那狩猎来讲 因为在速度上来讲 我们人类两只脚不够快 所以说他们刻意栽培 他们身边的狗 来做一种寻击猎兽的角色 而它的体质和外形 也是随着野生山林环境 有所演化 在高山部落 从事那种野外的 那一种活动 它必须适应那种地形地势 所以说台湾的台湾犬的体型 不是很缩大 台湾犬它 盘跳 盘跳 盘跳的动作 我想 就像跟野生动物一样 有那种很明明的 很利落的 很皎洁的 那种速度 而且它的耐力要够 一般来说短毛 竖直的耳朵 还有一把像镰刀的尾巴 尝试外界认定台湾犬的几项特征 有些名称或许能够让你对台湾犬更亲近 变成土狗是 大外人跟我们讲这个土生土长的狗叫土狗 原来日本人叫我们的狗叫野狗 为什么野狗呢 它不要人照顾 但是很会看家 母狗要生小狗 自己又带出去生了 生好才把小狗带回来 所以他们认为这个真的是野狗 有当初台湾犬消失 不是说它被吃掉了 它在野外灭绝 不是是因为我们对这种物种的保存 没有一个基本的观念 就让它跟很多外来犬大量杂化 所以我们在路边 最后还会看到很多 长的就是台湾犬样子的狗 那你就想这个就是台湾犬 可是它可能只有台湾犬的10% 5% 所以1%的特质 它只是外表像 可是它内在它该有那种特性没有 也因为如此 只凭外观来断定台湾犬 是很容易被误导 也不能够真正了解台湾犬的内涵 要判断是不是纯度高的台湾犬 可以从吃相来观察 台湾犬它是本身是属于一种 是杂质性的 房间常说这个狗不能吃鱼 吃鱼来讲的话会皮肤病 但是因为如果说你是真正本土化的台湾犬 来讲的话 它的本身的体质就是跟野生动物一样的 那种消化系统 它是杂质性的 不像一般现代化的外来犬种 如果吃到这种鱼骨头它会刺到 说不行 阿美 你的最爱 阿美啊 你的最爱 来 你看喔 它怕食物上会滑动 它用脚把它踩着 这有点劣似野生动物它那种消化 你看它吃得津津有味 阿美 再者它大小便也有个特性 因为野生化的动物来讲的话 第一个它们不会在自己窝尿尿 因为大小便是一种讯息 是一种致命伤 会引起其他的猎物来侵袭 所以说台湾犬它有具体野生化这种习性 所以说它不会在自己的生活群体里面大小便 在高山野外生活 经常得面对其他动物的侵袭 造就出台湾犬领域性极强的特性 而它们只服从主人的指令 为了表现台湾犬护主中心的程度 犬友们冒险做事挑衅 这不能再靠近 再靠近它的地盘就开始咬 三四年前我遭遇过三次小偷 小偷第一次就是翻墙 进去房间里面把我的金钱 然后五六千块都拿走 第二次是一个迷昏道吧 算是迷昏嘛 用放烟的话 让我睡死了嘛 睡死了以后就 明明感觉之中好像有人进来 可是就起不来那感觉 三四损失就要将近一万块 养这种狗它的灵灵性 还有警觉性 真的比警报器还好用 台湾犬固然具有原始野性 但它同时也有感情细腻的一面 几年前因为家中的鸡频频召窃 游先生于是向陈明南购买了一只台湾犬 Lucky来之后 不但静哲的扮演好看家护主的工作 更成为田间的好帮手 他更是一家人生活的润滑剂 在我的心目中看她的地位多高了 在我的心目中看她的地位多高了 对许多狗主人来说 台湾犬不见得是他们养的第一只狗 却在他们生命中留下难以抹灭的记忆 台湾犬它难能可贵是它是多功能的犬种 它不像有的狗是可能它比较适合警戒 那它对大部分不认识的人来说都是有威胁性 可是有的狗它只是陪伴的功能 它嚇阻力不强 那你养了它之后 你又要担心治安安全这方面问题 可是台湾犬它可以是宠物 也可以是保镖 我觉得这是它比较特殊的地方 我喜欢台湾犬狗跟其他养狗不一样 就是养狗太兴奉 就是被养的太久 就完全是既原始的狗的本能 那台湾犬狗还保里的本能 这个特点是应该我们指的较好 不论是功能性或历史文化的内涵 说起台湾犬是人人夸赞 但却得面对它濒临绝肌的事实 早在民国67年 日本学者来台追踪台湾犬的下落 就发现蠢种的台湾犬踪迹难寻 当时一起参与研究计划的宋永毅教授 就向政府建议要有计划的保育台湾土狗 但事隔30年 等到头发都白了 还是等不到回音 这个东西它又不是产业动物 像产业动物猪 牛 是都在做 现在在界定黑毛猪到底要 什么样的血统 它是可以有蛮大的产业在动 但狗没有 所以狗想这样做 是比较难的 我希望政府或研究单位能扮演一种 比较超然的角色 就是是超脱商业 超脱利益以外的 就拿我们邻近的国家日本来说 他们可能会把他们一些特殊的犬种 然后给他们一个天然纪念物的这个封号 然后这个应该说这个阶级这个头衔 那一般人对繁殖这种犬种的工作 就会把它视为比较神圣的工作 而不是纯粹商业的工作 对 我觉得单靠民间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 狗是最早被人类训养的动物 至今至少有一万两千年的历史 而台湾犬更伴随着台湾的开墾历史 历经荷兰日本殖民统治下外来犬的杂化 他等于见证了台湾的历史 台湾犬以前就是说跟我们鲜明 曾经为台湾肯方打拼过 台湾犬他以前陪我们一起长大 他是世界上最珍贵的稀有原始犬种 如果说以事实上来讲 我相信我们的台湾犬 可以跟对岸的熊猫可以相并论 如果台湾犬有一天 从我们台湾岛消失掉的话来讲的话 也就是说台湾犬等于 等于从地球上消失掉了 台湾犬等于从地球上消失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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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要盡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